在桌上煮 如果你是電磁爐 因為這是黑金爐 如果你是電磁爐的話 煮開了之後再把它放到桌上來煮 不要直接在桌上用這個爐 在桌上煮 那如果你是電磁爐 為什麼第一個我覺得很好能源 第二個也是簡短煮的時間 那選的鍋子記得 要比這個線圈來的大一點會比較好 像這個它比較小一點 那就應該要換掉 像我們就有一個規則 做的這個吃飯的時候 如果是用電磁爐的話 我們大概就會距離大概50到70公分 這是我們家的規定 因為這樣才不會有這個磁波 暴露太久 因為有時候吃飯一吃一個小時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拔掉擦頭五分鐘以後 再挪開這個鍋子 也是減少這個電磁鍋的暴露 這個爐面一定要保持乾淨 然後不要刷 讓抹布輕輕地把它擦乾淨 因為我想動聽到的時候 很多民眾都想吃一些比較軟和的火鍋 這樣子 哇這樣比較有飽足感 而且感覺比較舒服 夾熱的研磁是通過電磁感應夾熱 目前沒有任何的研究證明說 使用電磁爐會對人體的健康會有影響 夾熱範圍有那個磁波都是在輕輕地方 所以我們用比較大鍋子的蓋住 也會比較理想 還是建議說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保持在活10公分以上的安全距離